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1978年10日 邓小平大胆迈出重要一步访问日本 成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 1978年10月23日 邓小平等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换仪式场 邓小平携带夫人来到日本皇宫正殿的住坚 御人天皇和他的夫人 就这里会见邓小平和夫人 这两个人虽然未曾真正毛绵过 但却在日本侵略战争打了十多年 而那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 可是他依然留在中国人心中 一直会被记住 其实日本安排御人天皇 会见邓小平让御人非常紧张和害怕的 因为他知道在他的领导下 搞了侵略战争 屠杀了很多中国无辜百姓 他害怕袭击这段历史 这是相当敏感的话题 既然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天皇没有被列为战犯 在美国一手塑造下成一个对战争没有任何罪行 甚至热爱和平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傀儡 不过大家都知道 二战日本在亚洲各国的罪行是有目共度的 有历史证据的 是御人天皇一手造成 即使他把责任推掉 也是无法逃脱时间的验证的 御人在日本当了六十三年的天皇 强大后的日本对外发起侵略战争十七年 余下的四十六年里 御人天皇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逃避二战的责任 侵略的责任 最后晚年死于结肠癌 时代的变迁 也使得日本神秘的天皇从神变人 天皇的权力也没落 其实他应该和墨水里尼 希特勒一样 在二战结束就要死的 不过 日本宫内省鉴于二战对御人天皇的心理压力 先给贵贱邓小平时的一些谈话提纲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的话 贵贱开始 御人穿着打扮是现代化着装 一身西装 见到邓小平主动上前与之握手 热烈欢迎 能够见到你们 很高兴 邓小平也微笑着说 感谢贵国的邀请 田中角荣陪同邓小平一行观赏 他在中日建交后种了一颗雪春 双方做了简单介绍和问候之后就落座下来 其实会见御人之前 中日就刚刚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 邓小平也对御人表达了 中日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邓小平一行参观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 军京钢铁厂 看到邓小平开阔 诚恳的态度 他的心暂时放缓了下来 神色也轻松了许多 说了一段交谈提纲没有事先说的一段话 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 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件 但正如您所说 那已成为过去 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 这实在是件好事情 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